将艺术教育带进偏乡 积极镇公所特别和区市教育基金会合作 在积极国小和国中举办一连串的艺术创作课程 最后将做好的作品摆放在积极火车站 提供大家来听来玩 公所为此特别举办热闹的记者会 并邀请游客到积极都能来玩玩看 用水管做成的生艺术 是由知名装置艺术家 指导积极国小小朋友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包括放在火车站内声音饱和 两件作品都是小朋友亲手合力打造完成 可以学习到水管原来那么好用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以前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用水的声音来拼成一个作品 完全就是有很成就感 我觉得水管不断可以用水来做艺术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其实材料是因为这个材料它很 就是在家里都可以看得到的材料 那如果说这个材料它可以透过艺术家而变为艺术品的话 那同学可以了解说艺术品不一定要用高级的或贵的金属或贵的石头才能变成艺术品 艺术品其实重点是在那个艺术的本身 这是由去世教育基金会找到的吉吉正攻所 在吉吉国小和国中推动的艺术教育计划 意外地发挥孩子很大的创作灵感 纯真又有趣的作品让大人都很感动 我很高兴能够回到我的故乡吉吉 把艺术文化带进吉吉 然后跟吉吉的小朋友们 你看他们多么开心 多么有创意 多么活泼 我回来觉得非常的以身为吉吉人为柔 我希望让吉吉变成一个更快乐 更人文的小镇 因为吉吉已经本身自然很美了 然后呢人也很美了 那我们希望呢在这边推动更多文学艺术的教育 让吉吉正呢更具有艺术的气质 第一个学起吉吉国小的这个作品 是吉吉的这个一体字 就是三个追在一个幕的这样一个集 那象征的就是说 这一群孩子们 这一群良情们 期许于吉吉这个大地上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地成长 这个名为火色近战 请注意的吉吉还同创作记录战 从现在起一直展出到5月初 主办单位欢迎向新游客 都能够亲自前来玩看看 城市是最有趣的 reload 声音态